从吃过变厨神给你美味料理神之源 我妈带回一颗榴莲 请她留一半给我 来做榴莲蛋塔 准备榴莲果肉 果肉去植后压成泥状 榴莲味道甜度非常足够 所以不用调味 不用做任何调整 直接当做内馅 再准备烘焙食品行的现成塔皮 将榴莲肉填装至塔皮当中 约六分满 然后稍微的整平 鸡蛋加鲜奶油给它拌匀 然后加适量的鲜奶蛋液到蛋塔内 步骤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然后照画面上的温度和时间 放气炸锅或烤箱 烘烤就可以了 烘烤时有浓郁的榴莲香气 都流口水了 好了 美味上桌咯